陪秀志是韩国出了名的女性 不仅能歌上舞 才华横溢 演技也是出神入化 而且亲切可人的她 还是受观众和粉丝的喜爱 李庆相信大家是在熟悉不过了 是一位廉址与演技并存的女孩子 低调 谦和 努力的她 是大家心中的沁宝 但是不知道两位女神相碰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裴秀是一头靓丽 而秀美的长发 支锤肩部 十分的柔美甜静 精致的妆容衬托的整个脸颊 玲珑又小巧 显得格外的清新脱俗 白色的短T搭配浅蓝色的牛仔裙 休闲大方又简约 给人一种特别的舒适安逸的感觉 外搭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 显得知性干练又迷人 双手挥动热情的打招呼 显得很是亲切接地气呢 黑色的中筒 和黑色的小皮鞋 相呼应 显得很是温婉客人 白色的小方包 更是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整体的搭配 简洁干净又舒适 不过李沁这边是什么样的呢 同样穿搭的李沁 给人的感觉更加的气场 魅力一些 扎起高高的丸子头 再搭配一副墨镜 俏丽又不失帅气 整个人特别的迷人 李沁的选择在颜色上 不同于裴志秀 他选择的是白色的短替搭配 深灰色的牛仔短裙 上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搭的也是一款格吻西装 整体的颜色干练优雅 又不是轻松感 十分的成熟魅力 脚踩一双灰色的运动鞋 休闲舒适又有型 整体的颜色都是比较深沉 所以搭配一款红色的小胯包 不仅给整体提亮了 而且整个人看起来 也是格外高雅田径 当裴秀志与李沁同穿西装配短裙 终于明白什么叫身材 与气质并存 裴秀志虽然年轻貌美 但是整体的气质和气场 都比李沁略逊一筹 而且光看照片 就能看出两人的差距 裴秀志一直缩着脖子 李沁则是昂熟行雄 监ção 屏幕 也认为 继续 请